来到朱年最后一个农历月份 在这个农历12月直到新征头之前 上升和太阳的串女座朋友自身运势会如何呢? 今次这个初一的新月就发生在摩蕶座 同日即是Bossing Day那一天 发生着一个日蚕蚕 但是在香港因为地理位置 我们只会看到一个日蚕蚕 加上我在冬至升盘的分析 其实重复了一个议仗 对香港人来说是好的议仗 但是对于自己家庭来说 或者一些在打工的朋友 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来的 催急鼻孔的方法其实我都教了 详情可以看回我Bossing Day那一条片 IG它应该没有了 因为story那些应该是没有了 但是Facebook都仍然有个底 而且最重要呢 看回我冬至的升盘分析 就有教大家催急鼻孔的办法 OK 另外呢 就 其实 有一个小小的宣布 就是我会无限期各自 就是塔仙顿林星座运势的满月版 大家不用怕的 就是那个新月版 就是初一那些 好像现在那样 就会继续做的 但是满月那些 基于种种因素 就会暂停的 OK 然后我现在呢 言归正传和 说一下你们处理了我的自身运势 OK 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叫成也烧何拜也烧何 是的 但是呢 我就将它讲得积极正面一点 OK 我就叫它做 拜也烧何成也烧何 那发生什么事呢 登登 是的 也都由今期开始呢 我是会给这个升盘图 大家去看 OK 其实就是一个 一家便宜两家着的一个 一个相传之策来的 为什么呢 其实 我都经常说 我升运是怎么做呢 为什么会这么准的呢 因为我过三关 对不对 第一关 开塔罗牌 第二关 分析升盘 第三关 就有时会看上期的一些 关联 是的 OK 我首先讲了 第二 OK 其实我去 录制这些片段的流程 就是我首先开了牌 然后在我的眼前会有牌 是不是 然后呢 我又要看升盘 但是其实升盘呢 我都是 应该是在我的电子器材上网去找的 OK 但是我又要用这个电子器材去拍片的时候 那我怎么可以看到那个升盘图呢 其实我以前就是要抄那个升盘图的资料 在一张纸里 那上面也要抄到那个script 是的 然后我忽然之间 灵机一触 咦 其实 我 为何不 将这个升盘图 摆在这个 现在这个 片段录制的图中呢 那其实等我可以 嗯 一路 说 跟着又一路去看到 是不是 那就 我就不用抄多张纸 然后各位观众也可以明白我说什么 那就是 真是一个 相传之策 一箭相钓 所以 现在开始 会加上这个升盘图的 是的 还有 在我面前也有这个塔罗牌在这里 OK 那就可以 就是令到我 为何我的升运是可以这么精准 好 不好意思 那 嗯 为何是败也萧河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颗水星 落陷了的水星 那在射手座 射手座大概都25-6度 OK 那他都快要准备跨工 去你们处女座的五工了 OK 水星不单止是你们处女座的自身守护星 他也是控制了掌管 你们的一些 道德思想价值观 你们一些 传统的 那个观念 是的 但是基于他是落陷 其实你们现在呢 是变得 最近是变得很横顾 是的 甚至有一些偽道学分子的一些感觉 是的 很守舊 很迂腐 OK 加上 如果要说现代千星呢 就是是海皇星在双鱼座 他就开始训练运了 因为之前那几期呢 他也是逆行 然后停滞 但是现在他越来越信 就是说 在人际关系 尤其是一些很感密的关系 一些close的relationship之间 对方他都开始 就是他很有自己的看法 很有性格 很自信 所以造成 你又有你的迂腐 他又有自己的自信 那就变成了一个 各持己见 各不相仰 有没有听过那首儿童诗 东街一只羊 西边一棵墙 不是喔 那首歌呢 河边一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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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边一只猫 不关事喔 就是呢 就是说 总之有两只羊 要过一条桥 两边都不让 大家都斗撞 那两边都掉了在河 那首诗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读过 会发生一些这样的事 但是我们尽管反求诸忌 不要赖人 其实是因为 你们有一些很陈旧的观念 是的 那这个就是会令到 你的一些人世关系 尤其是一些很紧密的关系之间 会破裂的一个原因 好 但是为什么 城也萧何呢 原来 我当真是touch root 如果你们是一些close relationship 尤其是婚姻 或者是一些business的合伙 如果是有一些崩裂 分崩离式的状况 那什么是可以将它力还于狂乱呢 就是这些传统观念 这些传统价值制度 好 例如我当全女座朋友 你们已婚的 但是就快要离婚了 OK 但是呢 会是因为基于一些社会的压力 OK 长辈的说话 或者是我当你们有一些很强的宗教背景 尤其是可能是一些传统的天主教 那是不给你分的 那就是可以给你们这段婚姻是久言残喘 然后in the meantime 你快点去找一些挽救的方法 OK 又或者是一些business的partnership 不是你说去拆火就拆火 都要经过很多会计手续 律师流 是不是 一些法律条文 一些弱速 OK 那就是可以现在给你去吊住一条气 是啦 是啦 给你就是 吊命 OK 不用那么快拆住 因为这些种种的形式规范 OK 等你们不用那么快去分离住 那就看一下 in the meantime 有没有方法可以去修复这段关系 是啦